针对113会考的社会科 老师挑了几个主题来帮大家做重点的整复习跟解题技巧的练习 那一开始我们要先处理的就是大家都很害怕的历史科年代题 不过呢我要先呼吁各位 在历届会考试题当中 其实历史科年代题出现的频率并不高 而且内容真的不难 选项都蛮好选出来的 所以你千万不要看到年代题 就自己吓自己 那老师先帮你加强一下对于历史年代的基本概念 首先第一题测试一下你的实例 2024是几世纪你知道吗 2024现在是21世纪 难得来了 请问你1900年是几世纪 1900年哦 答案是19世纪哦 所以提醒各位 1900年是19世纪 1901年开始到公元2000年才叫做20世纪 所以你要有公元年份跟世纪换算的这个能力 好不好 那接下来呢我要问大家 因为很多同学都会问老师 老师年代要背吗 好 我先建议 如果你的能力够强 记忆卡很大 记忆体容量足够的话 我当然是建议背起来 背起来判断题目超快 快很准 方便 可是重点就是 你是背得起来吗 你有这么多科目要准备 有这么多的知识都还没读手 你是还有那个能力再去背年代吗 背所有年代吗 所以我会建议大家 是要背 但是你挑几个关键的精华背就好了 所以我今天会带大家一起看几个精华的年代 考试也经常出现的 来帮你加强一下年代的部分 来首先第一个 你看到1895年会有个感觉 什么感觉 什么事件 什么战争 什么条约 有没有 有感觉吧 1895年对于台湾来讲很重要 因为1895年就是甲午战争打完后 马关条约签订台湾澎湖割浪给日本 所以各位同学 1895年是个很棒的切分点 从这一年切往前推清帝国时期 往后推日治时期 所以各位1895年往后推是日治时期 所以台湾被日本的殖民统治 基本上是在20世纪前半段 被日本统治 台湾被日本殖民再讲一遍 是在20世纪的前期 再来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年代 又来了 1945年 你想到什么 什么战争 哪一场战争的结束 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台湾光复 所以要再切分 1945年以前叫日治时代 1945年以后 台湾根据开罗宣言 回到中华民国的怀抱 所以1945年所谓的战后台湾的战 是二战后的台湾 回到中华民国 接下来1949年 各位差四年多打了一场战争 什么战争 这是国共内战呢 谁赢谁输 共产党赢了 取得大陆政权 所以1949年的10月1号 中共在中国大陆那边 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而台湾呢 中华民国政府退到台湾 可是当时很担心 中共会继续打过来 所以担心共产党渗透 所以制定了什么命令 严格限缩老百姓的权利 戒严令 有没有 1949年 换算民国38年 戒严令的颁布 接下来呢 我们来到中国近代史 这个关键年代 一定要记 因为很常考 而且很好用 1840发生什么事 就是鸦片战争 南京条约 而老师 南京条约的重点是什么 重点是还没有签之前 中国是老大 是亚洲的天朝上国 对不对 你要跟他做生意 要加入什么 朝贡贸易体制 而且在乾隆皇帝的时候 还规定 如果你们要跟我做生意 只能够在哪里 在哪里 一口通商 广州 所以鸦片战争 以前的中国是长这样的 可是鸦片战争 南京条约一签下去 整个话锋批变 因为不平等条约开始了 协定关税 租借 领事裁判权 还有片面最惠国待遇 这个时候都变成中国近代史上的枷锁 也就是说1840以后 中国就陷入了这些困局 那这个时间点换算成世纪 就是19世纪的后期 19世纪的下半叶 接下来1912 这个年代你真的不能忘啊 各位 这个年代是common sense 因为这个年代是中华民国诞生 今年是2024年 所以民国几年 113你怎么算的 小学生都会算 1911嘛 所以1911加1 就是中华民国的民国元年 那因此呢 用这个年代可以切分两个时期 1912年以前 叫做晚清 那个不平等条约 被列强侵略的晚清 1912以后叫做明初 那个一堆军阀 袁世凯啊 大乱斗的明初 好不好 所以晚清跟明初就很好 用1912去做切分了 接下来1937 我也很推荐大家要记 为什么 1937是中日战争的爆发 那中日战争爆发前的中国 在搞什么 在搞十年建设啊 这边发行法币啊 但是更倒霉的是 不只是建设 被一堆鬼缠住啊 内忧外患 内忧是谁 中共 外患是谁 日本 先安内还是先老外 先打中共 对不对 所以搅供搅供 中共展开了 两万五千里的 长征 然后日本有没有同时 继续侵略中国 有啊 918侵略东北 128攻击上海 好 所以中日战争前 是长这样 1937前 啊1937后呢 就是二战的亚洲战场 所以你有没有印象 中华民国那时候 用空间换取时间 把首都迁到哪里去 迁到重庆 然后1937年 也关系台湾的命运呢 1937年以前 台湾人可以搞政治 社会运动 台湾文化协会 台湾民众党 因为当时日本 对台湾实施的是 内地延长主义 但是1937年以后 政治社会运动 没有空间了 台湾人要被动员 到战场上了 要被强化洗脑 你就是日本人 所以开始了什么运动 皇民化运动 所以1937 台湾史好用 中国史业很不错用 那世界史呢 我会推荐大家 近代史稍微去做一个 时代的画面 18世纪是革命的年代 有两种革命 一种革命是思想上的革命 告诉你天赋人权 告诉你主权在明 告诉你三权分立 叫做什么运动 启蒙运动 而启蒙运动真的影响到一些政治上的发展 譬如18世纪1776年 美国独立了 18世纪1789年 法国大革命 那18世纪不只在思想上 有启蒙运动的革命 在物质上 人类的世界也天翻地覆 机器取代的人力 什么革命 工业革命 也是在18世纪开始的 最早在哪一国开始 英国 好那到了19世纪 19世纪 你这学期学到的啊 不管是拉丁美洲的独立 德国统一 意大利的统一 都跟什么有关系 都跟民族主义啊 一群人拥有共同的文化语言 情感面的凝聚 让我想要独立 让我想要统一 而我统一之后像德国 我很强 我很棒 所以我要向外侵略 我要得到更多的殖民地 因为工业革命后 我需要原料 我需要市场 我需要便宜的劳力 所以对外侵略 也是19世纪 很重要的一个画风 画面的呈现 新帝国主义 有没有 最后20世纪 不好意思 这边你要辛苦一点了 因为这边都很常考 而且它关系 是世界的一个脉动 所以一站 二站 冷站的时间 我希望你搞清楚 一站的时间点 你要记得是 一站在1918年结束 在结束之后 召开了巴黎和会 然后美国总统的威尔逊 提出了什么 民族自觉的概念 所以鼓励民族自觉 所以在欧洲 四大帝国瓦解了 那亚洲呢 台湾的政治社会运动 风起云涌 所以日本实施 内地延长主义 然后再来我们来看一下 二战 冷战 来二战 刚刚提到 台湾史有记 1945年 台湾光复 二战结束 这个切点很重要 冷战的部分 1991年 各位 1991年 为什么用这一年 作为冷战的结束呢 因为哪一个政权 瓦解了 隔西苏联 没有错 隔西苏联 是谁推动改革 造成苏联的瓦解 是的 就是隔八七夫 好我们来看题目 第二的社会课会考 你看到这个时间 1830 鸦片战争以前 有没有 所以想到广州 一口通商 只有广州 可以进出口货物 其他地方不行 所以答案当然是 A 再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 108年 你看到这个 厦门的领事法庭 又看到用美国的 法律来判决 这叫是 领事裁判权 鸦片战争后 1840后 所以是19世纪 后期 晚清 再来这一题 也是一样的概念 他考的是在上海的 时事报道 有什么 有租界 想到上海 有租界 还是鸦片战争后 对不对 所以不平等条约 签了 晚清 19世纪后期 再来 这个我们刚刚没讲到 但是你看一下 这个时间点 是17世纪 有没有 17世纪圈圈变小了 贸易量变少了 因为17世纪 曾经实施什么政策 人类大航海 中国这边在海禁 那中国为什么海禁 就是猪 在清朝的时候 因为正式的势力 所以清朝实施海禁 那么在明朝的时候 也有实施海禁 你有没有印象 来 明朝是为什么实施海禁 因为东南沿海的 沃寇 海盗 接下来 近代史 你看到这一题 关键字画起来 国民政府 国民政府 所以国民政府成立了 不是清朝了 所以你会把A跟B 直接删掉 因为有国民政府 代表中华民国出现了 所以A跟B删掉 那C跟猪要选什么 发行法币 有没有 十年建设 中日战争 以前在十年建设 所以选C 你不可能会选到猪 因为猪这个时候 中华民国政府 都来到台湾了 对不对 好 再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题也是一样 虽然没有考年代 可是他再考了一次 八行八币 十年建设 所以这个时间点 经常出现在 会考考题 你要留意 这个区间 发生的事情 最后世界史的题目 这是法国 来 加一丙丁 讲 1800 19世纪刚开始 这个人席卷欧洲 很少欧洲 让欧洲其他国家 组成反法联盟 针对他 拿破仑战争 以呢 你有没有看到 1850再加一点点 1870年 这场战争 修入了法国 德国人亲蒙打猴 到凡尔赛公登基 宣布德意志帝国 成立的德法战争 那丙呢 你看1900年 20世纪初期 一战 然后这边 靠近1950年了 所以是二战 所以加一丙丁 都跟战争有关系 答案选C 好 最后这一题 我们来看一下 二战的时段 判断哪一个国家 是英国 你应该有印象 当德国在1939年 侵略波兰 跟苏联 瓜分波兰后 英法就跟德国 站起来了 所以英国最早 答案你要选的是B 那美国呢 帮你快速复习一下 美国要等到日本 偷袭珍珠港 1941年底 才会加入战争 苏联也是要等到 1941年 那个德国跟他翻脸 撕毁了德苏 互不侵犯 进攻苏联 才会爆发战争 而意大利呢 他要先等到 德国出手 侵略波兰 他在1940年 才开始战争 所以答案 这一题要选的是 最早的1939年 参战的年份 才会是英国 然后我就快速 帮大家复习到这边 年代 就把这些关键点 可以决定不同时期的 重要年代 记起来就好了 然后透过题目 反复练习 反复练习 熟能生巧 你放心 不要急着 立刻记起来 用题目 慢慢消化 这些年代 加强你对年代感的 熟悉跟应用 以上 谢谢大家